像泰文大师举出一个例子 就说 他说有些好的家庭就生出不好的后代 像古时候 或者是说 现在很多有钱人 你看 我们常常听说的 富不过三代 有钱人 所谓大成功的人 他的财产往往保不住三代 他们就会生出所谓的败家旨 像有一句话说 父母赚钱真挑途 就是说当父母的都很优秀 很节俭 很妥善安排 赚钱老老实实 一步一步 一点点的赚钱 好像你用筷子把这个沙堆起来一样 那时候来 因为家庭的环境好了 结果你下一代的孩子花钱 好像一个大浪冲过来 那一个大浪冲过来 刚才你花了不知道多少时间 堆积起来的沙子全部都不见了 这就是一般大富贵的家庭会遇到的情况 就父母优秀 但是孩子性格不好 像最近 听说有一个华人的赌王刚刚去世 一个大家族纠纷的肯定不少 那就算是大富贵人也好 相信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难道那位老先生赌王会说 哎呀 真好 我的太太孩子都在争来争去的 都不合 太好了 我太高兴了 会不会这么讲 当然不会的嘛 但是 情况还是发生了 佛们也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你看 根据经典记载 佛陀在印度出家之前 曾经有遇过三个儿子 我们一般听过一个 但是经典就是有些经典记载说的三个孩子 其中一位叫善心 过后他出家了 所以叫善心比丘 有些人可能有听过 善心比丘本来修行都很好的 他亲自待在佛陀身边20多年 佛讲的经典他通通都知道 但是后来遇到恶元 因为佛讲的都是骗人的 过后他竟然还破坏自己巴巴的佛陀的身团 最后都到地狱里面去 成为历史上有名 没有善根一禅体的出家人善心比丘 本来以为说当佛陀的儿子 没有太厉害 也不会这么差吧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污染的世界 我们在污染业力的世界 就是会有这样子不好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不是讲孩子不听话 就是家长不会教 或许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但也可能是孩子过去的业力而来的 加上我们这个环境是无作恶事 是污染的世界 所以不一定说每一个亲人都会好好的 如果单单是父母教育的问题 那难道说释迦牟尼佛不会教吗 人家是伟大的佛陀 善心比丘亲自待在佛陀身边服务20多年 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这样 这是业力环境所带来的 那唐人大师还说 除了这些 有些家庭是父母不优秀 但是孩子优秀 按照道理来说 这样子或许没有问题 优秀的孩子可以照顾不优秀的父母 但是大师说 这样也会出问题的 因为人都爱面子 他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家庭背景 就被人家笑 会被人家说 哎呀 你家庭背景是这么低贱的 这个心思一想外那就惨了 就像佛门就发生过这样子的故事 当时你看释迦摩尼佛的家乡 释迦王族曾经跟隔壁的国家 有那种我们讲结婚的约定 就是释迦族必须安排一位公主嫁过去 但释迦族偷偷违背他们的约定 他们竟然安排了一个低阶层奴隶 女众打扮成公主的样子就嫁过去 就不是真的公主 但是对方的国王不知道 以为说真的公主嫁过来了 所以照就结婚了 结婚了 生了一个孩子叫做琉璃王子 但是当时琉璃王子回去 自己妈妈世家族地方的时候 他本来以为回去会受到大家欢迎尊敬的 毕竟还以为他妈妈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是假的 妈妈不是公主 是释迦族的沙谎 所以琉璃王子回去故乡的时候 就被人家笑 就说你是一个奴隶 所生下来的野孩子之类的 就笑他 结果琉璃王子受不了 发誓一定要对这个国家报仇 后来当了国王 琉璃王一下子 把释迦族国家的人都杀了 所以家庭这种不平等的业力姻缘 就是会导致这样子的惨事 就因为一句话 出身低贱 被人家笑 结果你看 把人家的国家给灭了 像我们现代人也可以看得到的 有些人富贵了 想到自己父母家庭背景的不好 不认自己父母的也有 就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讲家人的缘 其实很不理想的 这些都是不好的缘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 就算是很轻 很好家人的缘分 也是颠倒的 我们看古代有一首记语就有讲到 古古怪怪怪古 孙子娶竹母 诸阳坑上座 六亲锅离主 如实母之肉 子打腹皮骨 众人来贺喜 我说真是苦 如果说我们今天在佛门一段时间 相信我们大家都听过这首记语 甚至以前古代有家庭有孩子结婚 请了出家人来祈福 不来祈福是准备说好话的嘛 结果没有想到他说了这些记语 是什么意思呢? 这位出家人就说 这个家庭刚刚结婚的新人 原来太太是先生的阿嬷 祖母过来投胎的 就前世的姻缘 阿嬷很喜欢这位小孙子 结果过后 轮回转世 就变成身为年轻的太太 但是这位先生都还不知道 他娶的太太原来是 过世的阿嬷投胎过来的 那结婚请示的 大家桌子上这些肉虾鱼虾 都是这个家庭刚刚过世的长辈 可能山树公 大伯 姨母之类的亲戚 过来转世的 以前是亲戚 现在被桌子上的鸡鸭牛肉 还被自己的家人当做宴会来吃掉 大家看起来都很高兴的一场结婚宴会 没有想到 背后的是这么颠倒的 所以最初家人说 世间真苦 佛讲的没有错 所以各位 刚才前面讲的故事 是缘分不好的家庭 好家庭生出不好的孩子 或者不好的家庭生出好的孩子 这样会有一些问题 但现在这个故事 是缘分很好的家庭 大家都很亲 但背后的姻缘竟然这么颠倒 自己娶的 吃的 杀的 原来都是跟自己有关系的缘分 如果今天知道结婚的对象 是娶你过去的阿公 阿嬷 吃的肉 身旁的蟑螂 蚂蚁 都是我们过去的亲人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今天的生活 人生观 会不会大大的转变呢? 所以真理事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的 还是到阿弥陀佛净土好 你所有这些污染的亲情 都转变成清净极乐世界的法情 因为天心菩萨说的 我们念佛人到了净土 都是从莲花当中所化生 如来净花中 正觉花化生 他人大师解释说 西语如来 净花终生 眷属平等 与夺无路 就是说 我们在净土莲花出生以后 大家受用都一样了 这样就清净圆满了 是啊 人人都一样的受用 那还有什么不圆满的? 观世音菩萨有的 我们到时也会有 就眷属平等 与夺无路 那样的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一个凡夫念佛人 到了净土竟然跟佛菩萨一样?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你看唐人大师说的 同一念佛无别道 远通法界皆兄弟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到了净土的众生 都是念出去南马阿弥陀佛的 那各个都是念南马阿弥陀佛的 念南马阿弥陀佛的音 肯定得到同样的果 就好像说煮饭一样 大家如果现在是用泰国香米来煮 那不管哪个人煮 肯定会得到泰国的香米饭才是 对不对? 是啊 你不可能说拿泰国香米来煮 煮出来的是印度人的米饭 因为英国要符合才对 相同的 既然大家都是念南马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的 当然我们凡夫 跟其他极乐世界菩萨是一样的才对 大家都是从莲花当中所化生的 你看 泰文大师说是兄弟 就是现在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 大师是菩萨 跟我们念佛人是拜把兄弟 因为大家都同样念佛 同样都是从莲花当中所化生的 这样当然就是合乎道理了 这就是阿弥陀佛愿力的特别 给大家念同一句佛号 让得到同一样的果报 自然就不会有我们这个世界 这么多的不平等 冲突 混乱了 南无阿弥陀佛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